頭暈 進去之後發現貝達克 天宮這次又是卡素屬性 這關站是菇蘇城 這邊是紫紅山 神木靈頭頂 神木寶頂 神木靈的法寶 用了之後可以加10%的法傷結果 根據我的測試是結果增加 膽之石 你可以理解為算是個法系版本的幹將吧 畢竟其他門派的法寶都垃圾的一逼 神木靈起碼的法寶用了之後還能臨時加點傷害 神木靈起碼的法寶 神木靈 神木靈 神木靈起碼的法寶珠 神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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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知道這邊是雙鋒 不帶女兒撐 所以對面的女兒撐乾脆就變了個機關獸 站在陰陣的隊長位 讓輔助搶一下速度 想來吧套路 妖風化身 不讓恢復 化身接羅漢 靈寶回頭去 天宮這門派呢 反正作為卡速不封 速度快就封一下輔助我 速度慢就封一下輸出 反正就是封 也沒什麼別的好說的 我靠 這滿天 剛好羅漢的封卷殘雲 這六層封林浪費的 還好 把蛇清飛了 我跟她講過 再一次 我想啊 他叫她的封华 可以想趕快 你還好嗎 十分之一 可以 可以 你的封华 是 我都想要看你的是最好 好 但我只是想要看你的是最好 但我真的想想要看你的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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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什么角色拿什么武器 在18门派闯关的时候 你们去看一下门派首席大弟子就知道了 这个都是已经有官方清典 冰川路刷个蔓延 冰川路刷复 冰川路刷复 武器洞再补光辉 破甲接着丢 你们觉得这个神木灵虽然被大克了伤害怎么样啊 头上有一个迷毒支付啊 我感觉好像还行嘛 也不算很低啊 虽然是只有20%的伤害加成了 而且站这个位置我估计能带雪药袋 应该是雪药袋总还是有的啊 有神针 有神针 他可能要憋惊轻 如果他按照你风上去就解 风上去就解的话 他很快就没武龙了 天宫和无比动这两个风系都不讲道理了 两个武龙喂掉 一虎被妖风风中了还得吃武龙 虚妖一下能秒俩宝宝还可以 因为孩子也被轻飞 女儿宝宝也被轻飞 小爷控一下罗汉 一般来说对面法系 没什么位置带罗汉啊 现在都带情形三叠了 估计精轻许多 以前没有情形三叠年代 法系倒是也 要么就是带一个小科技 要么就是罗汉加精轻 可能还带罗汉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罗汉点相当于少点 嘿我靠 这是毛病啊 这还有这样子啊 这算嘲讽吗 这个不太好吧 对面是紫棚山 然后出了一个豹子 豹子的名字叫苏地界的 你这 这个真的不太好吧 不过这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我看看总觉得好像 夺破灵风化身 化身立了个塔 给花火山拉圈金刚 哎呦大死亡中了 天空头上衬虚 豹子出来立刻就清豹子 没记错的话 没记错的话 这个波哥说过 他看到豹子就头晕 晕豹子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事 先把这豹子清了 不然一直头晕 衬虚的效果是使用封印 封印法术能加8%的封印命中率 女儿金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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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轻啊 抗空不存在的啊 哎呦我的天 这无敌动物不讲道理 真的是 金击5上去了 这招 花火山没了 点杀就是这么简单 一把当头 一把金击5下去了 这要是 哎 这要是女拔木之类的法系啊 你这得用嗜血之计 肯定得休息 无相伤害不够 神木灵这点多爽 逼对面拉洋护 怎么又是苏迪界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姑姑哪有那么多风水的装备灵士 我不知道灵士估计还是有的 装备的话 不知道 总还是有办法 苏迪能把暴子给子虫上 当然不能拉 福战 这个 武神坛服务器 是不能 不同的服务器之间 是不能交易的 如果能交易的话 那我可以把所有服务器 最强的装备 全部给一个服务器 认识的人一块 然后比如说 想打珍宝阁 对吧 来来来 我问你这个装备 我问你这个装备 大家一起穿 然后打珍宝阁去 不行吗 当然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 这个装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 只是他名字起成这样而已 所以我说 他这个名字起得不太好 我感觉好像在玩 这个苏迪有豹子的 这个梗 他们很熟 那另当别论 就好像 以前钓鱼岛的 女拔木的老板 宝宝的名字 是一样的 反正熟是无所谓 就怕这种不熟 拉起来 同头铁壁 只要对面血宠越出越多 那就很舒服了 紫棚山159也是强了 好吧 我对紫棚山159真的不是很了解 我对紫棚山159也是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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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效果化身 金青 这宝宝能配化身的速度 能配化身就表示能配地府 提狐花果山 保证花果山出手 错乱在一圈 大紫棚山159 大紫棚山159再敲 接着压强 大尔摩刷出来了 反正珍宝哥晋级了 我感觉孤宿这些人真的很稳 花果山加神木林 双斧的212这个 荡魔持续两回合 触发的当前回合就生效 然后下一回合也生效 主要是盗魔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可以自己手动操纵 你只要故意去打那些学少的单位就可以了 不管是打飞了还是打神诱了 打趴下了或者别人贴 贴死了都算你 包括这个破天乱棒 剑射死了这种都行 都能够把盗魔刷到 跑这边一把金青一把罗汉 点着宁星 请三叠再请宝宝 又风卷到了这个 爱情两层风零无所谓了 又是一把风卷卷了个罗汉身 勒 请花果山的宝宝 一回合下两个就出宝宝呗 像这种情况 神木灵可以考虑开一个化身技能 包括起起这个状态之类的都可以 起个神木宝顶 幽风卷身 不让你回血 幽默先出宝宝 把宝宝去清他的这个胖子 肚脐近身打一个防点杀 插齐 无地动宝宝也被清飞 清三叠清这个千速 女儿生宝宝又下一个 妖风经常扣血加多少份 这两个技能是这样的 他不是扣的是你的总气血 他扣的是你的当前气血 你当前气血如果扣的少的话 那加的愤怒就少了 反正愤怒是这么算的 比如你有一万点血 你掉一百点血加一点愤怒 掉一千点血加十点愤怒 掉一万点血 如果你没死的话 加一百点分 他就这样 然后你就这么算吧 根据你的掉血量去算分 109储备金 24亿 充175 这个人 有点凶 开玩笑 我前两天都刚拿了300亿经验的成就 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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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艇跟經驗不沾邊 我也沒說沾邊啊 我就突然說了這麼一句話 聖母靈也吸塔 可能是因為升級要點技能啊 你不點技能的話再升不了175 而且化身包括飛升需要有技能要求 而升級本身也有技能要求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你可以拿那個計算器去算吧 只要計算器算過了就 對吧 就可以了 109轉門派需要多少錢 這個我不知道 浴室不覺夢幻精靈嗎 同種族3000仙玉 跨種族7500 你看 問一下夢幻精靈就好了呀 這卡這麼久是不是雙飛了呀 狼哥雙飛了看來 我59的話31就不到 有點慘 主要是我刷的不勤快了現在 點了對面 啊沒點 什麼玩意 玩意點了呢 原來只是保證能把蛇招出來 哼啤虎也沒用 天空卡風的哥們 我也要玩兒 煞 你快要玩兒 這卡 你快要玩兒 我快要玩兒 再飛一把 來 倒魔刷起 差一點點 媽的 倒魔刷出來 吸血鬼物就都沒了 這把有點虧啊差一點點真差一點點 還是雙飛了 還來個法蓮 這個傷害就非常舒服了 清掉女拔木一條蛇相當厲害 是啥雙飛啊 我最喜歡雙飛了 如果有什麼比雙飛還要舒服的話 那就是三飛 對面女兒村好像拉了很多雪寶寶 無敵動水清加傷害的清脈是在第六行的第二個 但是前提是必須得是解除 古雷轟頂 必須得是解除這個封印才算 不解除封印的話是不算的 兩把沙威帶走 嗯 175帶個詛咒之傷 不是是這樣的啊 175很多特技帶著都挺好的 金剛怒目好不好啊也挺好的 就是問題在於沒那麼多這個特技的格子給你帶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追求其他的屬性 唉 是比較尷尬的 金剛怒目就是給本方隊友指定單位增加80點憤怒 消耗80點憤怒 憤怒要在下面64點 五雷轟頂點女兒村 神怒頂法蓮的概率多少 看他有沒有點金脈 看他有沒有點金脈 如果沒點金脈 應該是18% 應該是18%吧我想想 15層 最佳五星加1% 基礎2% 應該是18% 這是法寶每修一層是1% 然後最佳五星再多1% 然後門派基礎本身有2%的法蓮概率 這個天空卡速風卡著對面的難受了死 提前神通就50%嗎 固定呢 但是會降低30%的抗風能力 好厲害喔 驅散金剛 伏法無邊了 錯亂在 天空這個真的是 直接來了個163不過沒事 頂得住 連 連一下對面的女王母寶寶都拉不出來 女兒村拉起來喝酒了 喝酒的話最多就是金蜻 天空可以選擇提前給對面女兒村丟化地為牢 反正化地為牢只不過是個狀態技能又不是封印隨便就用一下就行 無敵動是妖風了 不是無敵動是妖風了我是說天空可以幹嘛天空反正 就跟就跟盤絲在女兒村金青可以丟落花一樣天空可以扔化地為牢 或者給其他人丟也行給地府啊之類的都可以 發文霞 沒中啊 啊妖風在CD呢 點了點神木靈 知道剛剛掉了很多血出163了 好啊 寶寶直接沒了 風捲殘雲對面女媽母血量不夠 她是血之際的 沒出手 這哥們有點頭暈啊 要起武神木屬性多少才能任務不坑 你說的任務指的是副本啊之類的 還是說天剛地煞啊這種 如果你只是普通任務像什麼抓鬼啊 風妖啊 不是特別難的副本啊這種 其實像我這樣的屬性都夠了 我說的不是特別難的指的是 烏雞根本就沒有什麼難度啊烏雞不行 像什麼 紅孩兒 精兜洞啊七絕山啊這種比較簡單的形式 反正我通天我都不殺 啊秘境不行啊那秘境不行 嗯 主夢奇坦我 我就沒殺過我這個號 後一下後一下就更不行了 我殺後以上都都費勁 其實通天河這裡就有個問題啊 現在通天河大部分都是五開 打的 因為涉及到什麼boss歸誰啊 誰賣錢誰收錢啊 你單開玩家進去 怎麼付錢怎麼算 這是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都不都不刷這種副本 我要刷我就刷那種五人的或者是 五加五的那種 然後也沒有產生什麼太多關係 那無所謂 通天大小都一樣啊 當我沒說啊 我都沒殺過這個 我至今刷過的副本就是我說的剛剛那些 七絕山 金兜洞 紅孩兒 好吧好像還殺過那個天火 欸不對那個叫 那個叫天火 那個叫前世金生 但是前世金生我是純掛機的 我連看都沒看劇情 他說讓我掛機開個秘智就行了 我說好的 然後我就掛著了 回來之後已經殺完了 沒有七絕山的話我是五人副本 然後大家都是單人嘛 刷經驗的 經驗蠻多的七絕山 雖然說這個副本 感覺又臭又長 但 如果你是為了刷經驗的選手還是可以 車池也不刷 我這些我另外都沒刷過 嗯 你有五開可以不刷嗎 但是任務是無所謂的呀 月卡當然用得完啊 俠士水路我也刷過 跟他們去刷過 不過那個是我很菜的時候刷的 現在我裝備比以前要好點 反而沒刷過 這版本就欺負一下烏姬之類的 估計點話 點啊 一定要刷? 沒刷過 利劈劈不動的孩子很正常 現在這個版本的孩子耐的一逼 哎呦 風武行精 三層風靈 不是 三層靈圓風武行精 想衝對面了 無敵動 再來個金蟬 我操 化身不給回血直接 金剛拉上 天空錯亂再封 起法防 起完法防你就沒了哥們 招蛇 孩子清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看看這個 所以天空準也是有道理 真的很準 寶寶直接被踢碎了 太猛烈了 不能夸 夸一夸也挺好的 天空这门派好又好在什么呢 你觉得不准了是不是 人家放个小特技 可以给自己刷一个秤虚 又加8%的封一命中 封中了下回合又能加 天空封之前掉血 是因为对面有一个这个 荆棘的宝宝 封他们就是会掉血 2 嗯 嗯 嗯 这边是紫宝珊呢 对面现在的问题是呢 雪宝宝越出越多 满血没了 插旗 再把蛇清飞 盗魔不能叠加 不过可以刷新 花火山的很多状态之间的这个机制啊 设定都非常不一样 比如我说这个花火山盗魔嘛 盗魔是不能叠加 但是可以刷新的对吧 花火山的这个无所遁形 就那棋子 它是可以叠加但是不能刷新 回合术你只要用了 它就是那么那么几个回合 你没有办法 姑苏 十分 点了 地府小索王没挂出去 红头铁币一家 点不下来吧 没点下来 神木灵起 神木保底 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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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哪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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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通选残云感觉好像也没啥太 虽然说压了波血量 但是正好花果山这波没有跟出去 神木宝顶是加10%的法伤结果 没有飞机就自己创造一个呗 拖天过去对吧 只要不死建设三个单位 说不定三飞呢 对吧 又點了 點成木 小死王也沒中 一把金剛護體拉上給你算死 五雷轟頂再來 我把轟失敗了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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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這波血量這麼慘 控他化身恢復他很難搞吧 好像只能零寶回血 碎魚化身不讓化身回 一把金青絕望 小死亡又來了 哇這神木靈血是夠少的 錯亂再來不好意思 絕望真是絕望 這個我不懂我沒幹過那事我也不懂 直接接羅漢挺不住了 直接接羅漢挺不住了 地府被虛死寶寶也沒拉出來 瘋火狼煙 水清 寶化我才出手 這波飛完是命都沒了 拉起來起個盾 沒啥機會 天雷鷹骨 打雷了 打死倆還行 啊結束了 打死倆 就給我